大家好 我是超哥 咱们看一下啊 这是格里多连这个累积板 这是它手套器 这个手套器呢是HBS通讯 什么是HBS 看一下两个线 现在上面报的是C05这啊 咱们这个板要驱动 咱们要用这个检测器啊 选择格里多连 然后 我要模拟外机啊 因为咱们使是累积板好 模拟外机 咱们稍微等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变啊 现在是累外机通信故障 好 现在已经正常了啊 现在已经正常了 咱们看 这出了多少 出了三个故障代码 咱们看这个手套器上 手套器上显示的也是三个故障代码 第六 第三 这个手套器啊 咱们看一下 格里的手套器 这个手套器是一个主字 写一个主字 如果说你那个手套器上面没有这个主 那么按模式的时候 它没有炙热模式的 它没有炙热模式 那么如何 将手套器设置为主 有限控器 那么只需要按这个模式键 按这个模式键 按着不放 五秒以后松开 这里就会显示一个主 这就把它设置成主手套器的 因为其他的手套器 它是不能切换制热模式的 只有主手套器可以切换到制热模式 这个板咱们现在已经连接好了 用的是咱们这个检测液 所以说修这种雷机板 要么工装 要么就要配这个检测液 手套器当然是必须要配的东西啊 这个传感器 我们现在用卫生纸就可以把它塞住了 因为咱就不需要去买传感器的 直接用卫生纸把它一塞 咱们看一下这个故障代码 能不能清除 卫生纸往这一塞 咱们看一下故障代码啊 看咱们检测液 看咱们手套器啊 好 清除了一个故障代码啊 现在剩四个了啊 好 我们继续往这个孔里板再塞 再塞一个 好 咱们稍等一下啊 好 省三个了 最后一个了啊 好 我们再给这个里面再塞一个 咱们看一下 能否正常啊 好 正常了 咱们的手套器上一个故障代码都没了啊 看一下 已经正常了啊 咱们再切换 比如说我们切换模式 咱们看一下啊 好 这是送风模式 咱们的主机器 细合 这样咱们就可以修复这个板啊 带上这件器 用咱们的检测液就可以完美修复了 记住我刚才讲的啊 这个是由主腹之分的啊 这是主线空气 如果不是主线空气 那么它是切换不了支热模式的 如果你家里的手套器 切换不了支热模式 就是长按摩时间5秒 把它设置成主线空气就可以测试的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 感谢观看 再见